仗没打赢 你们北约就得不停的把武器装备给送过来 这话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的 就是对美国北约说 只要现在俄乌冲突这场仗还在打 如果乌军还没能够获得彻底的胜利 那你西方就得不停的送武器来 而且还得管够 到今天 乌克兰在扎波罗热和南顿列斯克两个方向发动的反攻 时间也超过八个月了 那么这十多天来 乌军都取得哪些战绩了呢 咱们看一看 不能说是寸功未利 只能说收效甚微 乌军虽然取得了一点的战果 但是整体上来说问题更大 进展甚微 比如兵员素质较差 只会存在失误 轻敌冒进等等 不过在扎兰斯基那边看来 唯一的问题就是出在武器装备和火力不足 导致反攻不太顺利 目前呢 仅仅美国到现在为止 已经给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各种援助了 各种武器弹药更是不计其数 而乌军呢 到现在为止依然无法获得战场上的优势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这回说这话 等于就是要求西方的军事援助不能够设上限 乌克兰人要多少 你们就得给多少 库列巴又说啊 很多美国北约送来的二手武器啊 都是有问题啊 没办法直接使用 只能啊 是一边修理 一边拆着零件当备用 但在美国北约来看啊 事情可就不是那么回事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 为了援助你乌克兰 很多北约国家都已经把弹药库都给搬空了 还说 你看德国的鲍二主战坦克 美国的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还有爱国者导弹 哪样不是先进的武器呢 可乌克兰又是怎么用的呢 32发爱国者防空导弹 1亿美元 两分钟就打了干干净净 鲍二主战坦克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就更惨了 一头撞进了俄军的雷场 原来说号称能一打六的鲍二坦克 能跟俄军坦克正面对抗的M2步兵战车 结果呢 连俄军坦克什么样都没看见 就被报销了一大堆 北约的意思啊 现在也很明显 就是你乌军就这么使用这些武器装备 那加点再后啊 也顶不住 乌克兰没完没了的向美国北约要钱要装备 照这样下去啊 乌克兰是不是被去军事化不好说 反正啊 北约恐怕先是被去军事化了 对这个咱们这儿啊 也简单的说几点 首先啊 这进一步证明 乌军近期的反攻已经明显失利了 这个反攻行动已经半个多月 乌克兰政府一会儿说装备有问题 一会儿又说弹药不够用 唯一符合正常逻辑的解释 就是乌军在过去十几天里损失惨重 不仅仅是公开报道的那些爆二坦克 M2步兵战车 乌军在其他方向上 可能损失了更多的兵力和装备 急需北约给他继续输血 其次呢 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的放弃了 自产武器系统 全靠西方装备来打仗了 实际上啊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 乌军在整体上还是一支主要使用苏制武器装备的军队 但是这一年多仗打下来 乌军的军工系统基本上被摧毁担心了 所以没办法 基本上都已经换成了北约的武器系统 完全依靠西方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美国北约把这援助给停掉了 乌军不要说打仗了 甚至都有可能马上崩溃 所以啊 俄罗斯那边发言人都说了啊 说乌克兰实际上已经是去金氏化了 这话还真的是有点道理 再有一个 这也给俄罗斯人提了个醒 就是结束这场冲突 最便捷的方式是什么 仅仅是一次不太顺利的反攻 乌军就急着再要武器装备 实际上就是等于告诉俄罗斯人 乌克兰现在的战争潜力真的没剩多少了 或者说啊 让俄罗斯人也清楚的看见了 彻底击溃乌军 赢得战争的最快捷的方式 就是掐断美国北约给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的交通线